這球被蓋掉了 哇 熊鳳竹教練像裁判阿Q 但裁判並沒有想上 沒有認為這是一個妨礙中籃 翔身地盤給球 直到丁丁再回來 偷側到外線三分球去 有的時候收工 手感如果投開 對兩隊來說會是好消息 哇 這個球在籃底下怎麼會 布拉的回防速度真的太慢了 而且他完全沒有注意到 而階恩將來分之60%的三分命中 哇 環球發生失誤 而且速度又拉起來了 翔身在內線 這環球最後籃底下是強分 撿到了這一顆球 放上兩分 從第一節後半方式 所以其實戰神要使用 什麼樣的戰術回應也是 移動戰當中階恩將神 他的優勢就很明顯 對 如果能準了四眼 那我想練也只能忍 對 YY的上分球 一個人準一節 可以 對 翔身真的40分 25個籃板 完全載至進去的成績 翔身這球橫移 平衡上面 翔身告訴大家 他可以自己一個人 就把這分數討回來 那隊友其他分數都算是boner 傳球發生失誤 畢竟搶下了進攻籃板 哇 以上場就先有一個貢獻 是 那搶打進去嗎 沒有 這個傳球 但是對古拉沒有意識到 對 距離的跳投出手沒有 好 戰神再得到一次 有機會拉開殺就覺得 哇 翔身直接要上去 進算N1 最後的STOP沒有 只能選擇傳球 拼拼 再回來 Johnson 外圍沒有人守他了 三分球 進 這個三分給了 翔身